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迷路遗憾 还是去改写不该发生的错误 还是去改写不该发生的错误 你愿意付出什么 来挽回一切 你愿意付出什么 喂 你在干嘛 你受伤了 今天是我生命 我想给自己做个蛋糕 那我和你一起庆祝好不好 好啊 这蛋糕感觉还差点什么 哦 还差蜡烛 你家有蜡烛吗 那酒呢 那我还是算了吧 要喜悦 当然需要吹蜡烛了 你去拿吧 行 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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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这是鸭的吗 兔子 这是兔子 亏我还想送你当生日礼物呢 你许的什么愿望呀 我希望今年的出雪可以快点来 妈妈说 出雪的时候 爱你的人都会出现 我就是在出雪的时候出生的 哇 真的下雪了 那是我和韩淑妍第一次相遇 那天之后 我不停地寻找她 但她 已经搬走了 我一直默默地祈祷 请让我 再遇见她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CC 我们今天来到了千万集网红 欧雷威亚的婚礼现场 今天呢 将会在微博直播间全程直播欧雷威亚和开底的婚礼 好有趣的设计啊 泰迪哥一定会很喜欢 谢了 好有趣的设计啊 泰迪哥一定会很喜欢 谢了 好嘞 好嘞 陈淑妍 蛋糕 姐姐 是吗 很好吃的 先生 先生 可以帮个忙吗 什么事 来不及解释了 我需要一个注释 来 你先把手套戴上 谢谢啊 我做的婚礼蛋糕被凶孩子弄坏了 但是婚礼要开始了 这来不及修补了吧 来得及的 你帮我改一下这个翻糖 把它推开来然后压平 你别愣着啊 快点 行 你再帮我印一些叶子 我教你怎么印 你再帮我印一些叶子 我教你怎么印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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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睁开 老公 我美吗 你美爆了 你等等 还得还得先说话呢 好 俗话说得好 爱情使人盲目 但我觉得 两个人盲目的一直相爱 也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接缝处还是有些明显 你有什么建议吗 好 舒元 蛋糕修好了吗 修好了 走吧 我们去拿退车 好 那我先去忙了 谢谢你啊 韩舒颜 我给你一个长话早说啊 我马上要切蛋糕了 切完蛋糕之后 我们的婚姻 会一直幸福 甜蜜 圆满 你好会说啊 真的吗 刚刚谢谢你啊 没想到你失败了 没关系 还好咱们把蛋糕补好了 真的谢谢你 我们回来了 谢谢 今天呢 我们给你们每一位 都准备了一个 盲盒小礼物 在你们所有人的座位下方 希望各位珍惜当下 享受生活给你们 带来的所有精神 拜拜 是心机探险系列 盲盒 你也收集这个 嗯 这个又是飞碟小王子 我已经抽到五个飞碟小王子了 但是呢 其实我想要抽到的是 时间机器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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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走这条路啊 是 你要抽盲盒吗 我抽一个 没准能抽到你想要的 不用 如果注定抽不到 就不要抢救 这盲盒是我们公司出的 要不我直接从公司帮你拿一支 不用 因为 这样就失去了抽盲盒的意义了 我的公司车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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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谢谢啊 谢谢啊 我帮你抽的 我帮你抽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看 我就说这个飞碟缠上我了吧 没关系 再抽一次不就好了 我还画了这鸭子 当幸运符 今儿你肯定能抽到 你想要的时间机器吗 这个就送给你吧 这是鸭子吗 这是兔子 亏我还想送你当生日礼物呢 你 是你呀 你 不需要用好运气 更需要相同的默契 好天气 想和你 出去走走一起 你怎么会想当成玩设计师啊 我小时候没什么朋友 只能玩玩具 所以玩具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顺岸 你的快递 你不是英语专业的吗 怎么会在蛋糕店里当学徒 专八是我妈要我考的 做蛋糕才是我的梦想 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幼稚 因为小时候我看了一本漫画 从此就萌生了 要开蛋糕店的梦想了 你会不会觉得 我的想法很不切实际啊 说不定到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喜欢吃我的蛋糕 为什么 不可能啊 要是你自己开店的嘛 那肯定生意特别好 我不骗你啊 在我吃过的所有蛋糕里面 你最好是最好吃的 我表明一下身份啊 我是预言家 我验韩淑妍 她是好人 其实我根本没想过 能再次遇到你 不愿意陪你 自从和你再次相遇以后 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有点假的吧 兄弟就明显是一个狼 跳出来宝记狼队友 铁狼 对 我不想再跟你做朋友了 所以 所以我俩就是一对的 他俩明显就是一对 我没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他没有去当老师的 而是继续在蛋糕店里工作 喂 妈 我正在飞课呢 飞干吗 带一次 我这样得奖啊 我专门不能睡觉 快吃 要 我专门问你睡觉 好可爱哦 在哪 胡玉晋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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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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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时期 陪你 陪你 那不然再来一把 爬着爬着爬着 剪它剪它剪它 你剪它 你剪它 你干吗 刚刚谁说要洗碗来着 刚刚听到有个小白 谁说要洗碗 是谁 你先见 喂 他让我的生活一片光明 知道 吴雨萱 你们谁啊 你小子少跟我装 你爸欠我钱 负债组还 赶紧换钱 怎么了 换钱 撑不走吗 快点 换钱 我选择了隐瞒 选择自己承担 这些钱你给我尽快还完 不然有你好看 为了生活 我拼命加班 失去了陪伴她的时间 吴雨萱 吴雨萱在吗 吴雨萱在这上班吗 吴雨萱你给我出来 你肯见我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打给她靠 有事说一说 如果可以 我真的希望 时间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 永远都不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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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叫我 你有要我叫你吗 我迟到了 今天约了座里签约 那你还来得及向我去奥利比亚那里直播吗 要是来不及我就自己去看你 你站着我们的东西准备走啊 我带你去啊 我快点 太迪哥 设计稿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都改好了 等会儿时段班的会 我可能会稍微晚到一点啊 你先跟白茶聊天 书远 来了来了 你怎么这么慢 对不起啊我已经很快了 现在是找高通知道 等等 算了这个我拿着吧 上车 回哪儿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赶时间吗 走吧 给我 别说你开慢一点 你最近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再过一个月过年了 好多项目都没结案呢 那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要怎么过啊 随便 不然 今天晚上你早点回来 我们吃完饭可以去看电影 你想看什么 我来订票 都行 你订吧 绿灯了 小心 你会不会开车你啊 真是的 都是让你开慢一点了 你怕闯红灯啊 如果你真的很赶 我自己打车去就可以了 你带这么多东西 怎么自己打车啊 来啊 来啊 葛篮今儿又来不见啊 你快去开会吧 我自己来 走了 拜 大哥你是不是点太久了 不是多一下吗 都这么久你还不来 人家白茶老师 人家白茶老师等着 跟你聊合作理念呢 我这前面出事过了 你再跟他聊一会儿 这公仔手指有几节 我都聊完了 还聊什么 手指聊完你可以聊脚趾 咱们家公仔是穿鞋的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最近总觉得雨萱 好像跟我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她这段时间 总是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 如果我多问她几句 关心她几句 又好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 你们不是说要明年结婚吗 还是再存蛋糕店开店基金啊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前阵子她爸过世 她回家办完丧事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经过了 你们家谷老师那么努力 还不想让你有个好的生活 我知道她这么努力是为了我 但是我也很努力呀 为什么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看 老师 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同事 您 您好 您好 抱歉 我的图片差不多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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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晚来一点 我们就要跟白莎老师聊 咱们家金鱼公仔 平时在哪儿租房了 欠你一次 想吃什么去 算了吧 下个月 联谈过后 我跟余丽 冷静期快到了 真打算离啊 离啊 你上次喝大了不是这么说的 我这还有证据呢 你看吗 离婚是为了尊严 这女神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叫出轨啊 我哪儿出轨了 名字叫泰迪 那怎么当狗啊 什么意思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吧 行 我难听 你别干这事啊 我干什么了 我跟我朋友吃个饭 她高跟鞋掉了 我扶一下怎么了 高跟鞋掉了 这个也掉了 这个也掉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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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掉了是吧 我热搜怎么来的 你上热搜了 那你应该谢谢我呀 那我谢谢你 干什么 我谢谢你 行 蔡迪哥他真的出轨了 当然没有 他有这个色线 也没这个色打 他呀 就涉牛 然后那两天又是他生日 虚张声势 逢上作戏 那也 没必要离婚吧 没这个必要吗 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 我走了之后 他发现他直播没关 然后当时千万观众的面儿 给我演了一副委屈 带了播节奏暗示我渣男的女儿 粉丝都疯了你知道吗 网上把我都快骂成狗了 这谁电话 咋不接啊 鬼打的绷接 你是不是最近比较 困难 上次那么多人找你 没有 跟你说了吗 上次你这人找错人了 行 你不想说呢 我肯定不会逼你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 你就操心了 真没事 最近咱公司不是对外征 绘本稿吗 这是专门寄来的 你看看觉得怎么样 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 机器人男孩 获得了许愿的力量 但是永远得不到 内心自己想要的东西 后来有一天 他为了自己的内心 付出了一切 然后却只能还是把故事重启 这有什么新鲜能 我的重点是这儿 不觉得这哥们儿 画风跟你很像吗 有点像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我们可以联络一下 看能不能你们出个合作款 你们俩估计审美也挺合的 我刚才已经发邮件给这个人了 我现在有空 你们来吧 甩了个位置 这么没礼貌 我看一下 我去见见他吧 跟他聊聊 干什么 卷死我了 对 我们来说 是 很赶紧 啊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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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到处刷你的作者在吗 来来来 坐好 嗨 大家好 她就是韩淑妍 这五款蛋糕 全部都是这位韩淑妍蛋糕师做的 我们呢 不仅有线上的售卖 也有线下的售卖 因为她的蛋糕店 可能很快就要开业了 你们敬请期待吧 爷爷 您画的绘本我看了 我觉得画得非常好 而且您这个故事非常有想象力 如果能制作成公仔盲盒的话 应该会有市场 那你对故事本身是怎么想的 您这个故事好像没有一个结局 故事没有结局 这说明很多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也许会发生的事情早就存在了 都不掉了 提前庆祝明年的KPI 独占额头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啊 为了奖励大家 也为了庆祝我们跟白茶的正式签约合作 我决定 今天晚上的年会 加发红包 来者有份 好 谢谢朗朗 王总 我想请个假 我今天过生日 我知道 你呢 是一有聚会就找街火开溜 一要加班呢你就抢第一个 你可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今天又是你生日 不许溜 今天就是因为我生日 我女朋友想给我逛 你看你天天跟你女朋友在一块 也不差这点时间了 喂 妈 赞高试试怎么回事 我都看到直播了 我今天去见的那个道士说爱你的作者 你讲的是老鸣片 还跟我说了一句奇奇怪怪的话 我没听懂 但我觉得可谈 可以的 但谈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 少喝点问题 接个电话 喂 喂 玉珊 今天晚上早一点回来啊 我再等 我很好 喂 苏妍 那个我们现在在星空酒店这儿 雨珊今天晚上回不去 你直接过来跟我一块跨年 我给你交车 我病吧你 喂 喂 大哥跨年啊 我们一起吃吃喝热闹闹得多好 我叫他不要来了 晚上一个人危险 你又不是他爸 你担心那么多干嘛 喂 您好 我们是债务公司的 你男朋友欠了我们很多钱 节目 我们目前高兴 快一定 快 没有 他还要 衔天 喂 黄主 听说等等女朋友过来啊 是啊 陪李闹着叫他乱的 我告诉你啊 你投机设计案这事呢 我给你压强他了 但是你要预支半年薪水这事呢 我跟预支会计讨论那下午 因此没有那个先例 实在是没有办法 王哥 无人 怎么回事 你要向公司借钱 你叫我 你们聊 不打扰你 老王说的都是真的吗 来 我们进来说 你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你要我这么多钱干吗 看你的钱不是收好了 一起再存吗 你不需要这么多钱啊 你别听老王下车 那些人就要胡说八道 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都已经接到药债电话了 雨萱 你说遇到了什么办法 别担心 这件事情 我自己能解决 你能解决 你能解决 郭云轩这看起来不是一件小事 咱们回家吧 回家后就和你说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遇到什么事情 你不跟我说 咱们一定要在这儿说清楚 因为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什么样 我觉得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远 郭云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也没和你妈说你做蛋糕的事 你真怎么那么双标 这两件事情能一样 来 来 来 你非要现在知道我就告诉你 我爸在死之前欠了一屁股债 现在硬把这笔账安在我们头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这笔钱 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说 难道我们不可以一起面对 拿我们为蛋糕店存的钱去还债吗 对啊 可以啊 你就把钱钱拿去还债啊 我把你辛辛苦苦攒的钱花了 咱们以后怎么生活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没有信心 我是对我自己没信心 我现在买不起我们想住的房子 给不起你像样的婚礼 也没办法跟你好的生活 我现在连我自己的姑娘 更照顾不好你 我有时候觉得 我不想让你和这么失败的物在一起 你要跟我分手吗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吗 我爱的不是你说的那些 我爱的是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这么轻易地就不要我了 我知道我怎么说 我还不想让你把这些人 我爱的女人 我爱的女人 那么你看你 我爱的女人 你爱的女人 你怎么看我 你怎么看我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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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遥你听我解释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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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爱的是你 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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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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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要怎么过啊 那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福你所有的梦想冤枉都能实现 第一次一起拍了好多的照片 喜欢吗 第一天正式在一起 有点害羞 今后请多多指教 我永远爱你 许下你的心愿吧 今天是我生日 我让你自己做个蛋糕 那我和你一起清楚好不好 你也没和你妈说你做蛋糕的事 你真怎么那么少不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这么轻易的就不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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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在 我一直都在啊 你就是太累了 晚上你生日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好 来了 马上 对不起啊 雨萱 我已经努力很快了 没事 等等 先让这个我抱着 没事吧 没事 你不是赶时间吗 走吧 今天是你的生日 要不然你早一点回来 吃完饭我们可以去看电影 你想看什么 我来电票 你去年也是这么问我的吧 没有啊 你想看什么 都是行 一定吧 绿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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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小心 股老师 今儿又来护驾呀 晚上见 拜拜 拜拜 你要是再晚来点儿 我就要跟白展老师聊 咱们公司 金鱼 公仔都在这儿租房了 谢谢 等会儿 怎么了 啊 提论了 提论了 学学 我靠 我靠 我就是活该呀 也许会发生的事情 早就存在了 都不掉了 学院 最近咱们公司 不是对外征集会本稿吗 这只是公司收到的投稿 不好意思啊 虽然是我主动投稿 但是我还是希望和 能够真正体会 这故事的人合作 你是不是想说 这会者的话风 和我很像 打个电话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告诉我 书源是不是真的会死 你以为你还有很多时间 去爱她吗 水 你不是在工作吗 怎么 我请假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那咱们走吧 淑媛 你不是前段时间一直跟我说 有个想去的地方吗 咱们今天就去那儿吧 你怎么知道我想去哪儿 我是医院家啊 我当然知道 是这儿吧 对 就是这间 我在网上看到他在招租 不过今天我们没有通知房东 估计只能看一下外面了 没关系 这儿带个院子啊 对 就是这个庭院 虽然有一些破旧 但是我们可以买一些散放在这儿 这样就是外面的餐厅了 好 我还想种一棵树 如果预算够的话 种在这儿怎么样 可以啊 到时候这里也可以放一个黑板 上面就写着 每日的限定蛋糕 对对对 就是这边 在进门的左边 放一个蛋糕的展示冰柜 这样客人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每日新鲜的蛋糕了 好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里东西都太旧了 如果我们到时候真的要租的话 得好好终修一下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好好珍惜自己剩下的事情 我不是 我不相信 一定要救他的办法 一定要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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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生日你想怎么过 要不然我们晚上回家帮你庆祝 可以 你看 怎么样 可以 我帮你改改 好 喂 蛋糕试试怎么回事 我都看到直播了 谁 来 蛋糕 什么蛋糕啊 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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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等会儿吃完饭 就去找你妈妈 我们要把你心里 真正的想法告诉她 我们一起解决 我不懂她 她不懂我懂 我在等你 知道 为什么逛客 我没有逛客 你还撒谎 会撒谎吗 住手 你还给我撒谎 住手 别让我 站住 跑是吧 你给我站住 你谁啊 打什么孩子你 你干什么你 来什么你 走 你干什么去了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你要死啊 是不是 书彦 让开 你要给你拿了 追 追 你不用弄牙了 你给我回家啊 放开我 来 我放刀 你给我不要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过来 你给他 我放了 谁 放手 我放了 不管如何我们是法制社会 发生问题你可以选择报警 而不是通过暴力室问题升级 我明白 警察同志 我女朋友还在外面等我吗 她在医院探望伤者 她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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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我出去 我保证一定回来 案件还在调查 等结果出来 我真的不能在这儿 现在真的有危险 坐下 这是什么地方 你冷静点 你现在只有积极配合调查 才能尽快理清案情 我先放你出去 你问吧 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 签了就可以走了 胡先生 根据调查和监控显示 该名男子确实有家暴事实 对方同意调解 并且不需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在这儿 您拨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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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수가有对的能救他出来 可可不行了 不过住五分钟 你是谁 你是咱的是谁 我就是你 一个孤独的万一胜的地位 所以我让你记得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度过剩下的时间 忍心所有的情 谁 干什么的 我警告你 不要防一只法 我只有一个愿望 竟然是不是要回到我身边 只要他们回来 我什么都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雨萱 你醒啦 雨萱 你醒啦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吵到你吧 没有 你今天要去阿雷文的直播对吧 嗯 可以不去吗 不去 不去他直播 就要开天窗了 那他不会骂我的皮吧 那我帮你把蛋糕送过去 你就别出门了 你今天怎么回事 你不用上班吗 我今天请假了 嗯 你今天有些奇怪 我把改好设计搞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一下 你一个人能搞定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晚点给你解释 晚点给你解释 好嘞 把包给我 进来 来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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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灯了 你这段晚上看什么电影 看不见变灯了 你别闹了 这人怎么这么凶啊 吴老师今儿又来护驾呀 是啊 直播安在这儿等我 咱们出去走走 今天直播的时候 离手机远一点 免得到时候 什么 没事 老二 晚点儿见 这大早上的就在我这儿撒狗粮 谢谢老师 那我先走了 好嘞 好嘞 走吧 白天老师再见 你不是不来吗 我有件重要的事啊你说 好 宝宝们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结束了 你在画什么呀 咱不是要开店吗 我画了店面图 你看看 这几乎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真的 你不会真的是云烟家吧 我们古老师又来了 你不用管我这儿出去约会去吧 反正我一个准离婚妇女 也不想看你们在我这儿撒狗粮 羞恩爱受不了啊 你等会儿 我跟你看一样东西 你看完以后再考虑考虑 要不然和泰迪离婚 我告诉你 我很优秀 我也值得被更好的人爱 天下何处无芳草 何必 何必要跟我离婚吗 我 你了解他 不行 不能认怂 他这人就是死要面对活受罪 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像你一样 又性感 又有趣 又可爱 对我又这么特别的女人啊 这记者很爱 我真的离不开你 够活啊 够活啊 但你发不出去 别以为他报了 黑了 真的要回我家吗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书彦 有我陪着你呢 你别怕 就是 我不死了 你还没想吃 我还没想吃 我还要吃 你还可以 coun祭 你不要吃 你不吃 你怎么回事 喂 妈 赞高师是怎么回事 我都看到直播了 阿姨 其实舒颜 一直想找机会跟您坦白 但她就怕 您会像现在一样生气 骗我是做英语老师的 结果是做蛋糕的 我能高兴吗 对 我是骗了你 但是因为你想让我当英语老师 做英语老师有什么不好的 也比做蛋糕稳定吧 阿姨 您先听听舒颜说说 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这是她的梦想 妈 你都没吃过我做的蛋糕 怎么知道不好吃啊 我做蛋糕事的这几年 也积累了很多客人 看到他们吃我的蛋糕 而感到幸福时 我心里也特别地开心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 和热爱的事业 所以我想要得到你们的支持 阿姨 舒颜和我说过 您最爱吃草莓 所以今天这个草莓蛋糕 是她特别给你做的 您就尝一口吧 妈 你尝尝 妈 你尝尝吧 这可是我做的蛋糕 尝一口 尝一口 行 好好吃 好不好吃 你不说话就是好吃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 真的啊 所以只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困难 对不对 怎么突然带我来这 我把这栋房子卖了 接手的房主想把这儿拆了 重新盖房 过几天就动工了 在拆之前 我还想带你回来看看 为什么要卖啊 作业回忆留着 不是挺好的吗 我爸去世之前 跟着别人投资 结果被人骗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所以我才把这栋房子卖了 为了还债 对 叔叔怎么会被骗 他之前没有来问过你吗 他在去世前 我们就很久没有联络了 书颜 你还记得小时候庆生的那颗蜡烛吗 记得 你还一直收着 那盒蜡烛呢 是在我妈去世之前 她最后一次被我过生日的时候做的 其实她那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但别的让我开心 许的什么愿呢 她什么都没告诉我 我希望今天的蛋糕很好吃 当然好吃了 这妈妈特地为你准备的 后来她过世了 我爸过得很不顺身 开始酗酒 喝醉了就倒了 别人的成年都是十八岁 我觉得我七岁就长大了 每次等她揪醒了以后 她会很难过地跟我道歉 老婆 老婆下次不回了 可她一次都没做到 所以你说 除了我 从来没有人帮你过过生日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 我们都会一起过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 书彦 书彦 我最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 在这个梦里 没点燃一根蜡烛 就会过同一天 加上第一次 今天这天我已经经历过三次了 听起来 好像小说里面的情节 是 以前这是哪儿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回答你 男朋友借我用一会儿 玩一会儿 我还你 新年快乐 小舒颜 你怎么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儿 可是雨雪让我在这里等 等她来了我再告诉她不就好了 我们先走呗 等一下 可是她 等什么等 把什么打 走 我们要去哪儿啊 别那么好奇跟我走就行了 欧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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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带你去哪儿 你怎么会儿 我都能带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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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拜托特迪和欧利维亚 帮我弄的 这是我拜托特迪和欧利维亚 你带你去哪儿 你练的变得 可以带你去哪儿 我的妈呀 你都能带你搭你 你去哪儿 我都能带你imeter 我都能带你去哪儿 设计师 我喜欢吃甜食 你就成为立名蛋糕师 谢谢你一直包容我 教会我如何去爱 书彦 我愿意用生命去爱你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会一直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绝不离开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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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知道 我是真的很爱你 你结婚的时候 要真诚 没到这个流程呢 对不起 对不起 雨萱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后的婚礼 会是什么样吧 一个简单的婚礼吧 对 我也不想要像欧利维亚 还有泰迪那样浮夸的婚礼 听你的 等以后我们的蛋糕店开起来 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再养一只狗怎么样 可以养一猫一狗 还能互相做个伴 怎么样 好啊 雨萱 我今天 谢谢你 对我这么好 我今天真的很幸福 我只想让你知道 这辈子跟你相爱 这辈子 是明云给我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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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走吧 我们回家跟你过生日吧 书云 书云 你没事吧 书云 书云 你醒醒 妈妈来了 妈 快去加医生 好的好的 这是哪儿啊 你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你不记得了吗 妈 妈 雨萱呢 孩子 你要冷静啊 妈跟你说了 雨昕 雨昕 雨昕是个好孩子 她为了救你 当在你身前 击哭 妈 爸 说什么呢 妈 雨萱呢 雨萱呢 别动 雨萱呢 别动 爸 雨萱呢 嗯 书彥 rij 你别耽误了 明天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亲一亲 还有一件事 想跟你们说一下 要是有时候 我没办法陪在诗人身边 希望你多陪陪他 他最近也不怎么吃辣了 怕影响做蛋糕的味觉 他不开心的时候 会喝一杯热巧克力 你们还会泡上几个梅花糖 最近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没事 我没事 初颜 初颜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但你必须振作起来 不然于轩的死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 于轩是因为 许愿陷入了时光导流 所以 蜡烛真的可以让时间重来 是吗 我已经没有蜡烛了 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拯救书彦 但我还想试试 那你怎么试啊 那个老爷爷不是说了不可能吗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财产资料 和银行卡 老家的房子我已经卖出去了 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就麻烦你 帮我用这些钱去解决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想 我 我不懂啊 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去 碰到那个 秘轩是为了救我 早就做好了准备 你知道那个 汇本作家的家在哪儿吗 不好意思 我找错了 没找错 请进吧 请进 请坐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但我要告诉你 故事的结果是很难改变的 也许你能够暂时地 去改变他人的经历 但很难改变得了结果 在这梦里 我一直试着想改变一件事情 但最终我没能成功 你想要改变什么呀 我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信 我一定要救他 如果雨雪能够代替我死 那就代表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你 你有想过会付出什么代价吗 而且蜡烛 不会因为时间的倒流 从来的 不用了 你在找什么呀 没什么 蜡烛 已经没有了 我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在这个梦里 我和我妈做的那盒蜡烛 一共只有两根了 我每点燃一根蜡烛 都会重复过同一天 加上第一次 今天这一天 我已经经历过三次了 曾经我也像你一样 想要改变一切 但是蜡烛已经没有了 你的专业 你还记得小时候青春的那个垃圾吗 记得你还一直收着 没有拉着我 是在我妈去世之前 她最后一直在被我过生日的时候做 不对 还有一根 你干啥 这不能进去 这是我男朋友家 我要进去找的东西 里面都拆了 小姑娘 别急 你怎么 里面都拆了 小姑娘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小姑娘 开门 小姑娘 小姑娘 开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托 请让玉璇翻了 拜托 请让玉璇翻了 故事的结果是很难改变的 如果玉璇翻了 代替我死了 那就代表玉璇是可以改变的 明明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你有想过会付出什么代价吗 是不是 我不乱承车 都不能回到我的身边 柔和云璇 可以和我都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从不清楚 我让你从来就清楚 走 小宝 回家 小宝 回家 小宝 回家 你怎么还没来啊 你不会忘了我今天结婚吧 你不是结过了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和泰迪都等你呢 赶紧过来 现在是哪一年 你脑子被门夹了 二零一八呀 我和泰迪都等你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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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错 你也不错 蔡迪 孤雨萱在哪儿 不 雨萱 你 你们俩认识啊 她人呢 她飞机晚点回不来 坑死我了 她是我伴郎你知道吗 你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啊 没有 我们不认识 蔡迪 这边还缺一个 缺个什么 希望或者 MG 雨萱跟泰迪去开会去了 你找她有事吗 我告诉她 我以为能戒掉 麻烦结账会 请问你有副联吗 我是 后来我渐渐懂了 也许这就是我许愿的代价 时光倒流之后 我再也不能见到余轩了 我明白这点以后 我开始害怕 如果我强行去找他 会不会又发生什么意外 于是我开始学着自己生活 学着适应 但有时候 我还是好想知道 他呢 没有我 他好不好 好 妈 妈 回来了 明天我一定给你赚钱啊 你好 再说好了 我是推广反诈APP专员 像您这种 收到投资电话 最后被骗的投诉 我们可收到太多了 我跟你保证 这真的是诈骗 找你 我那种收穿怎么来的呀 那你应该谢我 我谢穿 好可爱的娃娃呀 你俩 乖乖乖 嗨 大家好 觉得Olivia和Teddy刚眼怎么样了 雨萱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知道她一定很难过 我真的好想好想安慰她 但我不可以 我只能为她做一件事 我只能为她做一件事 只不好想念你的嗜好 再多事况都徒劳 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 忘不掉想念你的嗜好 你没问题 揶标 我只能带你回头 有什么处心 是我 能带你回头 我只能带你回头 出去带你回头 你回头 就是你回头 再多学管都徒劳 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 忘不掉相依的时告 想求天然的监牢 我要换多久才能够失望 这时候多久才能接得到 多久才能够失望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门口提的那款 许人蛋糕还有吗 有 李 李总盈 没关系 我等你 忽然之间 人来人往世界里 遗憾温暖也许只能是期许 十字路口 向左 向右 向你 想着 未来 拼命追赶 只怕曾经的光 黯淡 还是年少太过勇敢 才发现原来我们也许没结果 太快太慢的步伐 太多的折磨 请问这是鸭子吗 看不清的未来里有你有我 我要你有我 是兔子 是兔子 路口 向左 向右 向你 想着 未来 一片黑暗 只要能牵住你的手 下下了 只说只有年少勇敢 才发现就算我们也许没结果 太快太慢的步伐 太多的折磨 看不清的未来里有 我要你有我 我要你有我 听说 出现的时候 爱你的人 就会出现 需要你 让你有我 来 时间距离的错 谢谢 啟嘚 才让我们蹉跺 哩 哼 这一刻突然有了勇敢的冲动 成分也许是命运让我们坚守 看不清的未来里有你有我 我有你有我 才发现原来都在想一次奔赴 再快再慢的节奏都可以转空 再幻想的未来一定有我 要你有我 我想拥有魔法 挥手三两下就到大幻想着 都回来演技节都刚刚好 窗外正白雪飞舞 毕露温暖震间屋子里有 你和我朝彼此风生靠 庆幸为你准备礼物 请尽全力比喻 童话剧气里流连忘放 想要的屁幕 虽然但犹豫有些难为止 说太多给点回忆 风 风过不温的情节和片段 那面顺利心境中 像索突然变乱 不此风云 就像在即行演奏箭 破写的错影出现了有点烦 将其搬下行塞进飘流瓶 任银寒 虚言的遨游就飘进你 用才算笔不压一个 只属于你我的星球 一万家灯火 但却为你种族停留 倒数说爱你 钟声敲醒 凌晨的安静 也许冰中不停吻起耳语 想想你拥抱我 心里无处藏你 倒数说爱你 不是你那穿透心灵的眼睛 也许冰中不停吻起耳语 若你愿奔向我 也想奔向你 我 发现世上没人跟你类似 因为错过所以 给你保留最身旁的位置 爱是永恒 我会做你最忠诚的位置 会是谁 会是谁 为你带上这面 这些从日出我们一起 倒数期待着斜阳 一切耗尽也不离开 是我唯一的倔强 像森林里的小路 我们本冒在大街上 灯红酒绿 我们依旧不迷茫 也许冰中不停吻 荒唐的青春 走散了我们 像两颗卫星 最后都回归了归籍 未来的岁月 也不见得平稳 好在我们拥有可依旋 简单回忍着世界大学 纷飞 都进入我心里 请当我获取 画得不顾虑与随机 倒数中生 起居的过程 来年我再回头还是你 倒数说爱你 众生敲醒 凌晨的安静 也许冰中不流气而语 想想你拥抱我 心肯无知苍匿 倒数说爱你 不是你那穿透心灵的眼睛 也许冰中不停呼吸而语 若你原本想我 我也想奔向你 倒数说爱你 众生敲醒 凌晨的安静 也许冰中不停呼吸而语 想想你拥抱我 心肯无知苍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